台北市西门丁宏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郭大開講 郭大今天逛到了台北市西门丁宏 我又來到了武昌街跟西门路口 進攻西门旗艦店 要來找我的好朋友 SEIKO跟GS達人 Michael 欸國大你好你好 好久不見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Michael 很高興再次跟大家見面 好Michael今天郭大難得來齁 有沒有什麼好料來跟我們分享介紹一下 那當然 最近啊GS有很多重磅的商品 我們在年初的時候有講過 今年是GS的60週年 想當然而 現在在七八月的時候 GS最新的錶款 一系列的全新的G&T 完全會呈現在所有愛表人士的眼前 太好了 其實郭大早就料到了啊 你以為我隨便來的喔 我就知道 你一定有目的啦 所以因為那麼多錶款嘛 你有幫我們準備好 是哪一個類別嗎 我們今天要跟所有的觀眾朋友介紹的 就是最新的 Hi-Beat GMT 跟Spring Drive GMT 全部都是GMT 完全為我們的時間旅人 做最好最好的詮釋跟準備 講到GMT 已郭大這種抗爭 是不是要先來喝一瓶百事可樂 這個 Michael買不 唉呀 郭大 我跟你講 這個是過去式 是 表PP PP表過去式 在繁華的西門町 我的夜晚比你的白天更美麗 看看沒有 這個才是現在當紅炸紙機啊 垃圾桶咧 我們來看喔 是 為什麼會這樣講 好你說 我們來看到 這是今年剛到熱騰騰的 這個是 GS最新的 Hybrid高正頻GMT錶款 是 SBGJ237 SBGJ239 是 這兩款呢 都是搭載著他們家的 9S86高正頻的機器 這個讚喔 這個非常好 高正頻我三萬六 在2014年 那年的瑞士日內瓦小指針大獎 最佳的錶款 就是它的初代 SBGJ1005 是 也就是這個綠色 綠色的 那其實這支錶呢 我會覺得 最有特色 想要介紹的呢 就是在於說 我們傳統的 GNT的錶款 在這個外圈 很多的話 就是 你如果是晚上看的話 這個外圈 絕對就是 就是個外圈 你看不到任何的 晚上就黑黑的啊 這紅色藍色都不見了 對但是因為他們用的是什麼 藍寶石水晶的外圈 所以不是陶石 也不是陶石 也不是鋁的 所以在晚上的時候呢 就會有很明顯的夜光 會照耀出來 非常非常的清楚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喔 為什麼我們剛才講說 我的夜晚 比你的白天更美麗 為什麼 西門町是因為西門町很 西門町 你也生活很精彩啊 煩華的西門町啊 你小心一點喔 不要告訴我太太 一定一定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這一圈 這個錶圈 這個錶圈 它在夜間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這個 這個底色 面盤的底色是深藍色的 對 搭配到這個白 晚上的時候呢 也是一個深藍色黑夜 對 再加上呢 它的GMP針也是白色的 是 配到它的白天的白色 我們可以發現 其實這隻手錶 白藍黑 它把這個白藍黑三個元素 完整的 充分的 按在這整隻手錶裡面 一點違和都沒有 你會覺得非常的和諧 是 也就是說這隻手錶 我們拿在手上 看在心裡 就只有一個字 哪個字 好 它這個黑夜跟白天的部分 有沒有看到 它白色的部分 它是整片亮喔 是喔 所以底色也是會亮的 底色也是會亮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說 我的黑夜 比你的白天更美 原來如此 人無我有啊 所以我說 現在不流行喝 百事可樂啦 這個就是創新 這就是創新 用心 而且你仔細看喔 GS很貼心 它在字的部分呢 它不會跟你切到 是是是 也就是讓佩戴者 在視覺上面呢 不會有一種 被分割的感覺 是 會很直銷 所以藍色有多一點 對 喔 你這樣講 這樣一看就很輕鬆的 這就是用心 原來如此 所以在設計上面 日本人的設計 真的是非常的用心 這是237對不對 這是237 那239 239 你會幫我們介紹一下 綠色呢 又不一樣的感覺了 對啊 我看起來是不太一樣 有沒有看到 這個呢 紅字配紅針 很跳耶 然後呢 綠跟咖啡色 有沒有 它本來就是一個護補色 是 所以呢 其實這整支手錶的元素 透過咖啡色的皮帶 綠色的面盤 紅色的指針 以及呢 黑夜跟白天 可以把 我們想想看 就很像是春天的感覺 春天的時候 天暖花開 有沒有 然後呢 一道紅針下來 來清楚的告訴你 家 在 遠方 家的時間 就是你的時間 欸 你真的是把這個錶 詮釋得太好了 有沒有很適合 我覺得 JS應該頒個獎牌給你 沒有啦 把他們的手錶都全色這麼好 春天然後家的感覺 這個 這就是設計者用心 設計者非常有用心 蠻怪我喜歡綠色 因為被 Michael這樣一講 是不是 有沒有一種回家的感覺 而且它的綠面 配上紅針 真的又更跳 就是會讓你的 會搶家 對 就是視覺上會覺得 哎呀 我女兒現在 是不是有想爸爸 我們可不可以暫停一下 我先回去看看 是是是沒有問題 我先回家去 欸Michael 我看你還有 一系列新的SBGE SpinDrive的部分 還沒出來啊 還沒出來新的嗎 我們光這邊就卡住了 沒有 沒有卡住 請問你一個問題 你這個就有分白天黑夜 但 SpinDrive這一系列怎麼沒有啊 我們看這個SpinDrive這一系列 是 SBGE 253 255 257 是 外圈同一個顏色 對啊 但是這叫愛愛內涵光 嗨 它的便報在什麼地方呢 在裡面 你不要以為我年紀大 就騙我 我沒有騙你啊 你不知道 裡面是不是就是有 喔是齁 不好意思 我這個老包了 喔內圈有齁 內圈也有 因為這隻手錶 它的設計 就是擺脫了過往 我們所謂的 SBGE 201 嗯 那款錶款的話 它的錶鏡的尺寸大概在 44 比較大 對 那我們剛剛我們講的這個 Highbeat這個錶鏡尺寸大概是在 44.2 是 那這一款 SpinDrive的手錶呢 這款的錶鏡是 40.5 40.5 那其實這款的話 就不只 男生也可以 男生可以戴 是 其實女生喜歡 大錶的話 也可以滿足他們的需求 這個大小也剛好 對 而且所以它就是 它的顏色就是很絕對 很純粹 三個顏色 黑色 藍色 綠色 搭配它的所謂的氧化膏的陶瓷表圈 所以這陶瓷圈的 就是氧化膏 氧化膏陶瓷 氧化膏陶瓷 就是硬度最高的陶瓷 了解 而且呢 難在什麼地方呢 我們看到這三隻氧化膏陶瓷 我們也知道陶瓷是硬度很高 對啊 但是呢 這麼高硬度之下呢 GS 他們還是把他們最引以為傲的 平式沙倫研磨法 按在這個表圈上面 打磨 不會因為陶瓷 就把它Pass過去 照樣 所以 它的弓非常非常的繁俗 需要更高的技術力 以及什麼 耐力 太硬了 要拋出這樣子的光澤 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燈光底下它真的閃閃發亮 很厲害 真的是很厲害 不得不說啊 日本的匠人精神 在GS的手錶上面 你可以一覽一覽 然後你也知道郭大很喜歡機械錶對不對 是 我是個機械錶吃嘛 是 所以這一系列的表格我覺得都很棒 重點是 都實心底蓋耶 實心底蓋 都看不到機器心耶 機器心這麼好 為什麼不透背 Highbeat 然後Spring Drive 打磨得這麼好 對啊 然後一向引以為傲的 但是 為什麼呢 解釋 其實呢 GS的手錶在設計的理念 是 它有一個標榜叫做 實用性腕錶最高級 這個你跟我講過了 對 所以它所有的設計呢 都是以實用 好用 耐用為一規 在運動錶上面來講 他們會覺得 你運動錶的時候 你就是必須要把它的保護到最好 但是呢 他們家絕對都是有透背的 就是什麼 正裝錶管 Dressing Watch 就透背 也就是說 他們分得很清楚 是 這就是他們日本人的 做飾做錶的原則 原來如此 是的 還有齁 我也要幫錶友問一下 是 你知道某些品牌啊 他們現在都做微調 是 手錶因為 有時候夏天啊 很方便很快 很方便 但是 這個它就傳統微調而已 就是 它必須要有工具 必須要有工具 對要有工具啊 雖然這五支手錶 它的防水都有到200米 對啊 在其他的品牌 可能覺得它都可以當潛水錶 不是潛水錶嗎 這不是潛水錶喔 是嗎 在我們 SEIKO它是很專業的品牌 GS是專業品牌裡面的最高規格的品牌 基本上來講 他們分得很清楚 潛水錶就必須要有Diver的字樣 Diver 200米 Diver 600米 他們一定會有配快條的錶帶扣 但是呢 這個叫做 這樣子喔 Water Resistant 防水200米的話 就比較高度防水對不對 對 高度防水 但是它不會建議你去潛水 它就不會比它配戴專業的什麼 潛水快條扣 我想說我們如果要穿潛水衣 那還要去找牙籤 是 而且我發現這一系列的 Sprint Drive的款式 三個顏色都是目前最熱 最夯的 最夯的 郭大棠講嘛 黑色最經典 不會最流行 對 然後目前最紅的就是 藍色跟綠色 是 而且我剛剛看久了 我發現到 它的顏色一致性很高 很高 其實有它的特色 是 你剛剛講的沒有錯 綠面就配綠圈 整個都一致性 所以這一支叫做好 這一支帶起來叫做爽 一個好一個爽 是 所以加起來好爽 好爽 所以難怪進到店裡面來 沒有買都覺得對不起你 我有罪過你知道嗎 最惡感 今天就不能再對不起我了 上次牆壁寄的 還沒有塗掉啊 好爽 這個好這個爽 對 最後我要請教你一個問題 是 最後一個問題 是 希望不會為難到你 不會不會不會 等一下呢 我們兩個人一起選 這五支裡面最喜歡的一支 好 我們都沒套過嗎 沒套過 對 直覺 一支就好了 一支就好了 然後我們一起講這樣好不好 就一表 定定天下 定中生 那我們兩個定中生這樣好嗎 又海淳灣念人了嗎 我們 我說開始我們就指向那支表 我們把它掰好 好一面 好郭大獎 開始 英雄所見略同 真的 真的海淳灣念人 這個 不虛此名 沒辦法 哈哈哈哈 來來我想聽你的想法 你為什麼選這支 其實這五支來講 因為透過這個鏡頭也可以知道嗎 這個比較大 大支 你最近 你不行再這樣 你已經不算大支了 就這個還是比較 不是小支嘛 其實我剛剛已經有點嫉妒 我今天已經有點做節目 已經不太爽了 感覺得出來 有那個怒火 對不對 我們後面一把火 有沒有 既然有人撿得比我還瘦 會怎樣嗎 好來來來來 其實這一 這五支都很好 但是因為我 我的身材的關係 我會喜歡比較大的表徑 尺寸我會先選擇這一塊 對 那第二個我會選擇他的理由呢 就是說因為 這個是練帶的錶款 對 那我會覺得運動錶 練帶 會比較實用 是啊 我喜歡玩水 比較牢靠 比較牢靠 然後比較不用去顧它 雖然它很好看 但是呢 對我們這種很會流汗的人來講 練帶 可能對我們來講 一年都可以戴 像我的皮帶錶款 大概只有中間才能戴 第三個最重要的一點 我個人會覺得 這個的顏色的搭配 深得我心 藍黑到白 哇 我對於這種 漸層 層次分明的設計 我沒有造假的餘力 所以這就是 我為什麼會選擇這一支 SBGJ237 郭大也不用講 因為我的理由都跟它一樣 是不是 好 那這支待會就調表帶啦 好啊好啊 沒辦法這個真的 沒話講了啦 這應該調的啦 謝謝郭大 謝謝 謝謝今天非常謝謝Michael 幫我們又上了一課 然後也 郭大也很感謝他 又幫我這個 解答很多疑問 但是 我相信各位心裡面 應該還有很多問題 是 所以不要客氣 這個問題底下的人 我們 我跟Michael 下次見 拜拜